E-Star既然派四冠阵容打幸运杯 很多玩家的第一反应就是 冠军已经内定 他们想要输比赛的可能性极低 没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比LGD大鹅平推 而且还是被一只刚重组的队伍击败 这一点确实让人感觉到意外 即使最后的结果依旧是 E-Star以2比1赢下比赛 但是这个过程让玩家觉得 LGD大鹅要崛起了 至少他们下赛季不可能留在B组 很明显 LGD大鹅忍痛把最爱的江城换下 目前看来是一个明智之举 以至于有玩家提议说 AG也可以效仿 LGD大鹅这边全新的面孔 金格迷尼确认就是他们未来的一对阵容 这就意味着江城九龙等选手 已经彻底成为了替补 只要如今的阵容不出问题 他们大概率是回不来了 以前虎牛经常会说 江城跟伊诺都是顶级射手 他们是队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LGD大鹅换下江城 用上全新的阵容虽然没有顺利 赢下刚拿到四冠的一star 但是新阵容竟然用九分钟就平推他们 很明显新阵容的可塑性非常高 所以AG该学一下 AG重回KPL后 目前为止只有伊诺没有被轮换过 并不是说 队伍的成绩变差都怪他 甚至我个人认为 伊诺的个人能力没有任何问题 但AG的选手太依赖伊诺 以至于劣势局就会想着保他 反而经常让对手找到机会 如果AG学LGD大鹅 其他选手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的战术玩法 不过谁也不能保证换掉伊诺后 队伍就能取得好成绩 所以应该给他找个有实力的替补 谁能带队赢比赛就做稳首发 不应该太依赖伊诺了